嗯 杨阳 十岁的时候我就说过 一定要让你成为我的亲娘 现在你愿意嫁给我吗 嗯 你不可以嫁给他 嗯 嫁给我吧 浩天哥哥 你究竟还想把姐姐当什么时候 还给我 到底怎么回事啊 没有 浩天哥哥 我怀了你的孩子 那天晚上我喝醉了 把雪儿当成了你 你听我解释 所以你喝醉了睡了下雪啊 他现在有了你的孩子 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需要补充吗 陆浩天 我们分手吧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女孩子啊 就是他 小意思 我的好姐姐玩得愉快 对不起 故事集团的少爷 没账头你吧 也不 装饰不高了 哎呦 妹妹就那儿差 松手不然我抱紧了 有客气 老啊 小妹妹 你是不是点热啊 可可带你出去聊个聊吧 嗯 嗯 啊 救我 滚 别动我闲事了 嗯 嗯 啊 小姐你没事吧 你不热吗 嗯 小姐亲近一点 心一样 嗯 아 我 天呐 我昨天到底干了什么呀 啊 怎么了 吃干抹净了 想跑路啊 不是怎么可能呢 您说吧多少钱 你当我是什么人 那你要我怎么不成啊 既然都睡了 你就得对我 这就是你说的负责 对啊 这就是负责 官方认证的 天哪 他是看图为小短剧 看脑残了吗 小杨阳 这会是什么新型杀猪盘吧 小杨阳 你想什么呢 哎呀 我肚子有点痛 我去删个厕所 哎 你 杨阳 你回来了 我找不到你给男电话也不接 我就来你家 我们谈谈好吗 没什么好谈的 我也不想见到你 现在立刻从我家里滚出去 杨阳 怎么跟陆少爷说话呢 不走是吧 我走 哦 我走 杨阳 我是不会放弃的 要是交出来 这是我妈的房子 不欢迎你们 杨阳 这如烟是你妈妈 雪儿是你妹妹 咱们是一家人 怎么说话呢 我妈叫谭真 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 谁和她们是一家人 够了 我们来就是要告诉你 适可而止 你一定要嫁给那个陆少爷 爸爸说得对 姐姐 是我不好 我不该插入你和浩天哥之间 是我情不自禁 浩天哥哥还是爱你的 孩子 孩子我可以打掉 杨阳 杨阳啊 你看你妹妹不是都给你认错了吗 你也不能得理不饶人吧 原来你们都知道她和陆浩天干了什么 那你还要我嫁给她 你不觉得恶心吗 你 你 你 真是反了天了 你不嫁给陆少爷 那 那你留在夏家有什么用啊 啊 你永远不想想你的生活费谁给你的 你终于说出心里话了 夏家的钱我不稀罕 带着你的老婆孩子滚 永远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小姐 妈妈 你放心 我会过得很好的 她要是不原谅陆浩天 陆浩天她不会恨我吧 可惜了 昨晚那个混混被人赶走了 你放心吧 妈妈能让你爬上陆浩天的床 我就会想办法让她娶了你 你现在啊 你就把这个夏天文给咱盯紧就行 嗯 让开 不是吧 居然跟到我面试的公司来 你们骗子现在都这么嚣张了吗 骗子 心虚了吧 我早就看出你了 你就是利用你的美貌 专门有一篇失恋的你的片财 片色 片财 片色 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内网 是你抢婚了我 我那是喝多了 你离我那么近了吗 我们可是合法夫妻 结婚骗局 女子身陷巨额夫妻债务 新型杀出盘 警惕闪婚骗局 你别过来 我可是练过的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 你好我是今天来面试文运的夏泱泱 这个人是骗子 快让保安抓住她 哎呀 哎对不起顾总 她是今天来面试的新人 不认识你 是我安排上的失误 嗯 顾总 你是这家公司的老总 有什么问题吗 等等等等 你先变婚 然后我逃跑了 她控制我来面试 刚进来就被你抓到 这也太巧了吧 你们这是诈骗组织团伙组啊 我要报警 这是谁呀 这是更快的 这是 又想逃跑 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没有钱没有姑姑 你放过我吧 顾总真的好可怕 看清楚了 还有什么想看呢 营业执照 股权证明 不用了不用了 咱们公司 不是诈骗组织 你也不是骗子 你突然靠我这么近干嘛 嗯 你也没戴隐形眼镜吧 视力应该挺好的吧 嗯 嗯 还不错 既然视力挺好 那应该就不会迷路对吧 嗯 那怎么上个厕所 就上到我们公司来了 嗯 上厕所嘛 我忘了你在外面等着了 我就先回家了 嗯 那就是脑子不太好了 就你脑子好 谢谢老婆可奖 我觉得吧 咱们的关系还是保密的好 万一让人误会 我是靠关系进来公司 哎 不对啊 我是来面试的 那我岂不是面试失败了 面试文员是吧 嗯 文员人已经够了 不招人了 不过 现在总裁秘书还少一个人 请问 夏小姐有兴趣吗 也可以 出去找刚秘书 直接报到上岗吧 嗯 好的老板 嗯 雅雅 这里就是秘书部的岗位区 嗯 这个是你的工位 有什么不懂呢 可以问下周围的同事 嗯 雅雅你刚才和总裁门口怎么回事 为什么总裁亲自面试你啊 不知道 这总裁 好像有点变态 我觉得总裁让雅雅来上班 就是为她 折磨她 啊 折磨她 这不就是偶像剧里的情节 嗯 接下来总裁就会爱上你 嗯 我也想让总裁折磨我 嗯 受不了点了 少看你脑残局吧 工作了工作了 请问谁是夏安阳 是我 哎你好 请接收你的花 我的花 没人知道我在这上班啊 哇 这肯定是追你的小哥哥给你的惊喜 太浪漫了吧 我哪有什么追我的小哥哥啊 我就是个单身狗 嗯 夏安阳 跟我来办公室 看看总裁的脸色 夫妻要给安阳穿小鞋了 嗯 总裁是母鬼吧 自己天天一副生人物进来 还不准人工谈恋爱 就是就是 嗯 嗯 嗯 你是单身狗 那我算什么 嗯 我这一时半会儿还没适应 已经结婚了 那看来我得好好帮你试一试 嗯 你不觉得咱们这婚结的有点冲动吗 万一你 那天留了婚 夏安阳 我们昨天采了你的证 你今天就想这一婚 不是不是 我是说 万一 新婚第一天就让我独守空房 今天又跟我提离婚 你是打算使轮中气啊 我没有 那跟我回家 嗯 我 你果然还是想要使轮中气 我没有 我跟你回家 好的顾太太 下班一起回家 嗯 先去工作吧 嗯 总裁也太过分了吧 看你好欺负呀 凭什么把你花扔了 哎呀 可怜的洋洋啊 这边少了 地狱开局喽 错了 你们都不懂 这是霸道座在偏爱我的套路啊 对呀 他在套路啊 我的天啊 下班可怎么办呀 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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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他不在 快跑 我先走了 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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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眼前消失 否则我就报警了 夏洋洋 你为什么这么崛起啊 三 二 一 洋洋 他们骚扰你 洋洋 她是什么人 她是我们公司的总裁 也是我的男朋友 你什么时候高带上顾其参的 我们走 夏洋洋 我们是彼此的初恋 失恋的感情 你说分手就分手吗 不好意思啊 顾总 初恋一回来 我就变成顾总了 初恋算什么呀 你可是我第一个老公 第一个老公 你还想要几个老公啊 我 没事 承诺过的时机的对线就好 我承诺什么了 回家啊 我扔床 陌生的地方我睡不着 那回你家 没问题 顾总 咱要走了 顾其参 我可没答应你去我家 小了 有钱了不起啊 床不错 可以睡 这是我的床 现在 是我们的床 算你狠 床归你 我说沙发 起来 你又要干嘛 铺床啊 谢谢你啊 我家沙发有点小 委屈你啦 不委屈 帮你铺的 别太感动哦 什么人嘛 我喜欢个小女孩 真小气 晚安 晚安 什么人啊 什么人呢 你会不会 Feel your little 你 никогда 什么心意 啊 我去吧 对呀 是你 碰到我 砰到你了 呀 嗯 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去把你的人 知道我愿意 你又不愿意 你不愿意 不愿意 可不愿意 卢浩天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白天照样舞爪的 没想到梦里偷偷难过的 我才没有伤心呢 渣男卢浩天 别哭了 别哭了 我会心疼的 你家只有鸡蛋面包和牛奶 我做了三明治 你回去洗漱 出来就能吃了 这男人帅得也太犯规了 顾太太 麻烦你快点 太帅了 怎么有人可以把面包吃出高档西餐的感觉啊 顾太太 再不抓紧吃 上班就要迟到了 完了完了 来不及了 楠楠 你最近有东西 还有 接吻是这样的 你怎么知道了 你脸好红啊 不会生病了吧 没有 家里的狗太粘人 实在流开 不会是太迪吧 我家那个就很粘人啊 就是太迪 不会被听对了吧 夏安阳 来我办公室 要完了 顾总您找我有事啊 过来 你来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养了只太迪啊 你来告诉我啊 你什么时候养了只太迪啊 这 这可是办公室啊 夏安阳 刚刚在你家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样啊 求求你别说了 你就这么不希望我们的关系暴露啊 我们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如果有天你喜欢了别人 我们大家好聚好散 我知道闪魂对你来说 特别没有安全感 给我点时间 我证明给你看 来顾总 你明天早上九点的航班 我 晓晓晓 你干什么呢 哦 迟到了 被我训了两句就哭了 顾总 真是太过分了 一直不明把这欺负晓晓吗 其实 也没有啦 哎 晓晓 你忍忍 我听说她下一招 要去渔城出差一趟 这几天你可以好好放松啊 一周 这么久啊 哎哟 听晓晓这舍不得的语气 怎么 被虐出感情啦 你可真是够 来 这 我也是 女丑 小马 我有事先走了 夏洋洋 你又想逃吗 小洋洋 不准你走 我没有要走 不是你要出差吗 那你这 你来得正好 你看看还缺什么 各种常用药 充电宝 对了 我查了渔城 最近一周都有雨 你最好多戴两件外套 你干什么啊 不行不行 你明天要出差 今晚必须回去收拾行李 早早睡觉 我走了啊 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放心吧 我从很早就开始一个人住了 我可是独立生活小能手 我不需要你独立 我会好好照顾你 等我回来 好吗 好了好了 快走吧 比我还唠叨 走吧 走吧 好了 我知道了 你也早点休息 拜拜 拜拜 怎么办啊 我好像喜欢上她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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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泱泱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没兴趣 让开 别装了夏泱泱 顾家要给顾琪琛办相亲宴 你会没兴趣 什么相亲宴 露馅了吧 还说什么她是你男朋友 她没告诉过你 她姐姐可是商界女强人顾明珠 她家就是封城首富 姐姐 我当年有什么 孤单男人的本事呢 又让人家压根没把你当回事啊 搞什么嘛 怎么都穿得跟走红毯一样 这让我怎么困进去嘛 什么人 什么人 我 我不是小偷啊 我 不是小偷 放开我啊 肯定是偷偷牛皮 谁抓他再说 我没有偷东西啊 我 不是小偷 放开她 不是沈总 这个女人的 交给我处理 谢 谢谢你啊 今晚冲着顾琪琛来的 明月贵女不少啊 你倒是挺特别的 那你知道顾琪琛在哪儿吗 我欣赏你为爱翻墙的勇敢 但是顾琪琛有喜欢的人啊 而且喜欢很多你了 从这里出去就是后门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真是冤家路窄 你怎么在这儿 这里是我家 这间是我的房间 你说呢 你不是在出差吗 提前结束了 本来想去找你的 结果被我姐姐抓回家了 顾大总裁的相亲业 整个封城的千金小姐 像萝卜白菜似的任你挑 你还不乐意了 我的小灰姑娘 吃醋了 我又不喜欢你 干嘛吃醋 不喜欢我 不喜欢 你盯着我看干什么 我说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别动 让我好好看看你 好几天不见 好想你 顾琪琛你混蛋 对不起 相亲一样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你来得正好 我们现在就出去 告诉他们 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就是顾太太 免得他们总给我安排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但是 顾琪琛有喜欢的人了 而且喜欢很多年了 顾太太 顾太太 不要 我们还是先不要公开关系 万一以后离婚了 我们不会离婚的 顾琪琛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 小的时候 我以为爸妈是天底下最恩爱的人 可是 我妈才走了不到三个月 我爸就娶了柳如燕 还带了一个比我只小一岁的妹妹 十岁的时候 陆浩天就说她要娶我 可是她和我的妹妹出轨 还有了孩子 而你 不许可 你拿什么保证 你别走 不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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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打开看 嗯 哇 怎么样 喜欢吗 喜欢 不过你为什么会有女人的衣服啊 我出差的时候看到的 我觉得特别合适你 就买了 哦 那你还挺会讨女生欢心的吗 我第一次给女孩子买礼物啊 你看看 合适吗 合适 就是太合适了 哎 怎么了 我拉链拉不上 我拉链拉不上 快帮帮我 别看了 快帮我拉拉链 我先走了啊 哎 我以为是谁呢 链链是姐姐呀 为了给我带男人真是下了血北啊 这身衣服挺贵的吧 姐姐生活费还不用吗 不会是偷来的吧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喜欢偷啊 你 没事吧 是你 沈总 叫我沈时穿就好了 吓链链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姐姐 见不到顾总 救的沈总 夏雪儿 够了 今天谢谢你啊 沈总 你可别被她骗了 她呀不过就是我们下载了一个脱油瓶 仗着有阔少喜欢就药物扬威 现在被甩了就又开始重新勾搭别人啊 夏雪儿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你居然敢打我 别挡了 这么美丽的小姐 怎么可以动手打人呢 顾少我可没有打人 我刚才和姐姐闹着玩呢 还不过来 穿这么漂亮啊 躲在这里干什么呢 沐总 你 让开 别再让我听到你的泱泱出演不醒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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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要干嘛 送我老婆回家 这可是你的相亲业 你就这么走了 要不我们现在回去公开 难道你要我回去 应付那些女人啊 所以 管他什么宴会 我老婆才是最重要的 顾其琛 这么感动啊 要不 轻微一下 那你打算 什么时候搬到我那里 我考虑考虑 别哭了对孩子不好 大家早啊 别哭了别哭了 姐姐 夏雪儿 你来这里干嘛 姐姐 我找不到浩天哥哥 我只能来找你 我求求你把浩天哥哥还给我吧 快起来快起来 夏燕燕 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你妹妹都怀孕了 你还巴拉伸妹腹不放 就是 亏我们以前还以为你人好 每次你被总裁选都向着你说话 夏雪儿 你还真是颠倒黑白一把好手 可惜我这人 最喜欢当面打脸 姐姐 别说了 别说什么 别说你处心积虑爬上姐姐交往十年男友的床 还是说你像个苍蝇似的对我纠缠不休 姐姐 是浩天哥哥 让我们出去说 别耽误其他人工作 别碰我 姐姐 是浩天哥哥让我来的 他不想你在顾齐山生命上班 我在哪里上班是我的自由 他算什么东西 陆浩天的眼里根本就没有我 姐姐 你得帮我 我可没那个本事 你不是怀了他的孩子吗 我要的是 让他对你彻底死心 姐姐 请你放了我的孩子 雪儿 雪儿 你怎么了 雪儿 浩天子 好疼 你对雪儿做了什么 小晓晓晓 你害死了我的孩子 没事吧 顾锦琛不是我 我没有推他 不是我 我知道不是你 乖 不行 我得去看看他 孩子没有 我没有保住 我们尽力了 我们的孩子们啊 请不要玩笑 你这个傻人犯 为什么 为什么要杀我的孩子 你怎么这么狠呢 就算他和陆浩天对不起你 可那孩子好歹也是条命吧 我没有推他 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的 你还想反映我一口 这可是陆绍青也看到的 夏雪儿 你真 你真为了报复我 你什么都做得出来 把这个傻人犯给我把他抓起来 够了 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夏安阳 从今以后 我们两不相见 浩天哥哥 那我们家雪儿怎么办 这孩子没了 你不会不认账吧 我会和雪儿结婚 浩天哥哥 我的孩子 孤静甘来了 夏安阳 孤静晨 我才发现 原来我一直都没有家 你我 以后 我就是你的家 不是去吃饭吗 怎么带我来这儿 你现在走了 可就要错过一场好戏了 夏安阳 既然没有做错事 就不要心血 不要再被别人欺负了好吗 来 陆少爷 咱们 喝一杯 以后呀 就是一家人了 你来干什么 少安勿躁 我只是来让陆少 看点东西 浩天 这不是真的 是夏安阳的陷害我 是夏安阳 一定是他陷害我 浩天哥哥 那天你亲眼看到的 你帮我去医院呢 你要信我 夏安阳你够了 你是要报复我吗 我们对报复你不感兴趣 我来 只是为了杨阳的亲爱 可惜 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行 陆少爷 看来你跟传闻中一样那么蠢 众主任 五万 我要你帮我伪造一张产品单 可是是假的 就是假的呀 觉得钱少是吧 从我女儿嫁给陆浩天 再给你五十万 配我做一场流产的戏 你 你们随便拿来一段不知道谁的录音就想陷害我吗 这都是假的 钟医生 进来吧 我是瑞安医院产客的钟锦基医生 刚才那段录音是我跟夏雪儿小姐的母亲 刘夫人的模仿 我也是贪财心切 所以 答应女夫人做假云丹 和假早产的事情 我心里十分内疚 现在我已经辞掉了工作 这个是刘夫人给我转战的记录 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 不是的 是他们联合陷害我的 这 总是时候 不是你和你妈传统起来算计我 不是的 我是真的爱你 我是为了你才做的这一切 你不可以这样对我 如果没有你 我和洋洋应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是你 毁了我的一切 你就是个骗子 我努力了这么久 不过就是想让你正眼看我一眼 今天 我终于要得到你 可是 夏洋洋 你为什么要出现 你不过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拖油瓶 你凭什么高高在这审判我 夏洋洋 我杀你 夏洋洋 我杀你 还 还行不过丢人吗 跟我回家 夏洋洋 你就是个人 夏洋洋 你毁了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事到如今还不知悔改 扪心自问 你真的爱过陆浩天吗 还是说你根本就是在嫉妒夏洋洋 我嫉妒他 他有什么好值得我嫉妒的 是啊 我没什么值得你嫉妒的 你从小有父母疼爱 有个母亲愿意为你谋算一切 你聪明 漂亮 名校毕业 本该拥有美好的未来 所以到底是为什么 你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我们走吧 夏洋洋 你想让我愧疚 让我后悔 不可能 我会和你一辈子一辈子 杨洋 对不起 我应该相信你的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说起来 你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那我们之间的误会都解除了 你原谅我 我们和好好不好 我们回不去了 杨洋 十岁的时候 十岁的时候你去烧架给我 你不要我了 陆先生 夏洋洋现在已经和我结婚 只是没有公开而已 陆浩天 忘了我吧 被谎言打罪的感情 是弥补不了的 现在我已经有了新的生活 也祝你有个好的未来 是我把你弄丢了 怪我自己 祝你幸福 谢谢 想哭就哭吧 不过 我只允许你再为她 掉最后一次眼泪 妈妈走了以后 也只是她陪着我 我以为我们会在一起一辈子 突然就没有了 我知道你们感情很深 可惜她终究是错的 放心 有我在 我会把你内心的空 给填起来的 欢迎顾太太回家 我还以为你要带我回老宅呢 你同意我们公开了 不要不要 你不会生气吧 不生气 就是有点难受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我不知道 下云映啊 你知不知道一大早以上毛毛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顾琪琛 你该起床了 又迟到了 没关系 你就告诉他们 家里的太迪太年人了 这是 这是我名下 所有财产的财务报告 以后都是你的 全都给我 我不要 感情一旦扯上钱 就变味了 男人给女人 安全感的第一步 不就是上交财产吗 有时候未必吧 我小时候 爸妈感情很好 可到最后 却是为了钱 总之 我不要你的钱 感觉 感觉像是被包养了似的 我们是合法夫妻 我的就是你的 我自己能赚钱 我先去工作了 对了 我今晚有事 晚上你自己回家 你有事就去忙 不用告诉我 向老婆报备自己的行程 不是应该的吗 怎么骑车的 看着 花这么大一口 对不起 对不起 多少钱 我赔给你 小丫头 这可是进口的老子来算 随便补过期近十万的 什么 这也太倒霉了 早知道顾齐真要给我钱的时候 就不立FLAG了 老郑 算了 走吧 沈时川 夏小姐 好久不见啊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就是你的车 没事的 有保险的 不行 我得赔给你 多少钱 那这样吧 你给我两万好了 两万可以 就是你能不能再宽限我几天时间 等我发工资 还宽限 你真以为我们沈总缺你这点钱 没事的 什么时候有钱了 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 好 走吧 小 太大脸了 你这两千块而已 我自己能赚 我在家里收拾点东西就回去 你今晚会晚一点回来啊 好的好的 不用接我 拜拜 这顾齐真也太年了 不会吧 难道他发现我出来最坚持了 早点还钱 你干嘛 别会儿别会儿 我是呀 我也想有个事要你帮我 我妹妹 被一个渣男骗到这儿来开房 所以我想让你帮我 敲开他的门 那可不行 你听我说 我就是一个妹妹 我总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她被渣男骗吧 再说了 这楼道到处都是监控 我能干什么坏事 好吗 好吧 好 你好 客房服务 来 刷开 刷开 嗯 嗯 嗯 我知道了 你好 什么人 疼 怎么了 阿晨 嗯 嗯 嗯 这些狗仔 还真是无孔不入 阿晨 报警吧 没事 曼平 你先进去 这里我来处理 哦 你为什么穿成这样 为什么跟过来 都在混在一起啊 你的胳膊怎么样 你和他 什么关系啊 没有太大的关系 就是比较熟悉的朋友 酒店开房 一起洗澡的朋友吗 我和沈曼冰 是多年的朋友 他今天刚回国 因为他是公众人物 所以才约在这里 这样解释你够清楚吗 很清楚 是我自己不清楚而已 你要去干什么 让我看看受伤没有 不需要 我去干什么都和你没有关系 他说的没错 我就是公仔 就是来派你们的 小杨杨 如果你今天来这里 是为了我 那我向你道歉 但如果你有什么疑问 你可以直接问我 而不是用这么冒险的方式 今天要是换成别人 你不仅会受伤 还会被关起来 你知道吗 那你报警啊 顾其成我告诉你 我今天来这里 就是派大明星审满兵的 和你没有办冒钱关系 你要不要报警 你要不要放我走 我已经报警了 安保马上就到 放心 杨阳 别这么任性好不好 对 我任性 我自私 我一无是处 我当然比不上你的沈漫兵 你去找他吧 对了 需要离婚的话 我随时可以签字 夏洋洋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别碰我 快点说 许悦 我 我 你 对不起啊 是我骗了你 把你弄成这个样子 主要我也不知道 那沈漫兵 他随身代表飘啊 我没事的 只是拖旧而已 你也别太自责了 你也别太自责了 妹子 总归呢 是我害了你 这钱你先拿着 然后 我送你回家 回家 我又没有家了 别哭啊 电话 电话 喂 我是沈世川 喂 沈 沈总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没事 刚好 钱凑齐了 我什么时候拿给你 那正好我明天有时间 你过来吧 那你 把地址发给我 明天见 哥 你送我回去吧 好 小洋洋 别怕 还有妈妈和小熊陪你呢 沈总 这是两万块 你看看没问题的话 我先走了 哎 怎么了 正把我当寨主了 进来坐坐 我 进来吧 好吧 这是 这个 我是沈门斌的哥哥 也是他的经纪人 进去坐坐吧 顾启春 金军好莱坞 可是我的梦想 最多两年 你就不能等等我吗 这是你的选择 与我无关 就因为我拒绝了你的求婚 伤了你大总裁的自尊心 所以找那么个乳秀未干的小丫头结婚 报复我呢 让你见笑了 我这妹妹和她男朋友 斗气斗了十几年了 我都习惯了 走吧 沈总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瑶瑶 我第一次给女孩子买礼物 你看看合适吗 不是 原来 我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这里 欢迎顾太太回家 我还以为你要带我回老宅呢 夏洋洋 你清醒一点 你和她 从来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她和沈曼兵 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瑶瑶 你要去哪里 你和沈曼兵的话我都听到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为什么连你也要骗我 难道你向沈曼兵求婚是假的吗 是 我是跟她求过婚 那是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所以我才会觉得我们结婚 是理所当然的事 够了 你让我觉得我自己像夏雪儿一样恶心 你什么意思 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了 这段时间 多谢你的照顾 我不会去 我们的婚姻本来就是一场误会 你不爱我 我们为什么要在一起 不是误会 夏洋洋 我想跟你在一起 别告诉我你爱我 我不会写 还有 你不过是我伤心事意识 随便找来消遣的人 夏洋洋 不是你想闻就闻 想抛弃就抛弃的人 顾琪琴 别写我恨你 你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啊 杨杨 是你吗 你在叫谁啊 顾琪琴你看清楚 我是想办病 你俩干什么 你走开 杨杨要是看到了 又有误会了 你居然为了别的女人买醉 她还推我 她喝醉了 你和她从小一起长大 在她心里你是最重要的呀 她从小就是一个没有心的人 就连她跟我结婚的理由 都是因为她觉得婚姻只是人生任务 二母 这是那个她觉得刚好不麻烦的人 可能她还没有发现你的好 顾琪琴 你告诉我 我到底哪里不如夏洋洋 你没有不如她 只是 从她闯入我生活中的那天气 我才知道 人生原来可以不按照计划进行 我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她 我只知道 我想和她一直过下去 我不会和她离婚的 为什么 可能 真的是越得不到的 越想得到吧 没有什么是我水门兵得不到的 只要你想要的 我会付出一切帮你 我们一会儿去赵姨那儿去 小美女 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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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你打开我 救命 咋人呢 姑娘 你喜欢 你不好 我咋的你 滚 滚 滚 我看你喝的比我还多呀你 几个菜呀你 等等我走了 滚 滚 滚 谢谢你啊沈总 想感谢我啊 那陪我喝杯酒 给 沈总 心情不好啊 那你为什么大半夜 也在这儿溜达呀 大概 是想让自己别再继续做梦吧 看来这个梦不太美好啊 不 不 在这个春天 我做了一个很美很美的梦 美到让我以为可以永远拥有的 不过现在准备醒了 可是清醒的人会活得很累 我不愿意在感情里自欺欺人 更不愿意去强迫一个不爱我的人 娘会更累 所以 我觉得 肠痛不如短痛 为我们的痛苦再干一杯 我 顾琪琛 你给渣男 你有什么兵了 为什么还来招惹我 我讨厌你 顾琪琛 你说过要给我一个人家的 小龙儿 你真的很爱顾琪琛吗 对 我爱她 比我想象中还要爱 可是她又生满兵了 我什么也不是 我什么也不是 你知不知道 我真的很嫉妒顾琪琛 对不起 你不可以和顾琪琛在一起 因为她 只能是满兵的 沈世川 对我做了些什么 你不如好好想想 你昨晚对我做了些什么 我去车你个混蛋 快快快 想吐就吐吧 你没事吧 哎呀 夏瑤瑤 你真的是我借过酒瓶最差的人了 下雨了 下雨了 对不起啊 沈总 那您不能换我衣服啊 你的衣服是酒店服务员给换的 我可没有兴趣伺候爱耍酒疯的女人 那谢谢你了 沈总 我衣服呢 我拿去送血了 应该很快就到了吧 沈总 我发现你现在像个人了 你什么意思啊 现在的你会生气 会损人 会翻白眼 你不知道你以前笑的有多假 那看来是我伪装的不够好了 哎 衣服到了 哎 别开门 小杨阳 我没事 她们又没有拍到我的脸 再说 就算拍到了 我又不是什么女明星 你当然没关系了 她可是我审漫兵的经纪人 她的丑就是我的丑 我会和夏洋洋结婚 什么 沈总 你敢动我的女人 沈总 我动了又怎样 你别拱火了好不好 还有你也住手 我和她什么事都没有 给我回家 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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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想再见到你 她是我老婆 我刚刚跟她求婚 够了 放手 你们当我是什么 你们当我是什么 啊 够了 放手 你们当我是什么 啊 你看清楚 你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在那里 还有你 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 同情 怜悯 还是为了成全你妹妹和顾其琛 我是我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顾其琛你个混蛋 你放开我 我从来没有见过顾其琛这个样子 这个夏洋洋 他究竟有什么魔力 你比夏洋洋好 顾其琛只是太迟钝了 用不着你怜悯我 顾其琛只会是我的 顾其琛放开我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别人可以做的事情 为什么我不行 你放开我 我和顾其琛什么都没有 不许喊那个人的名字 不许说 我求求你放开我 求求 求求 放开我 对不起 我只是 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我这么喜欢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不喜欢我 也不要羞辱我 你说你喜欢我 我 我可以这么对我 我可以这么对我 杨阳 杨阳 我 我 我一直都喜欢了只有你 没有别人 我 可是你都和沈马鸣求婚了 从小到大 我的人生就像是一场任务一样 我和沈马鸣只不过是刚好是和我结婚完成任务的一个人 然而我遇到了你 我才知道什么是心动 什么是患得患失 我想做的只是把我认为所有最好的一切都给你 无关其他任何事 无关其他任何事 我觉得没有必要解释 可是我没有想到 反而伤害了你 所以 我不是什么包袱工具 也没有查出别人的感情 对不对 对 没有错 杨阳 我 重新开始好不好 重新开始好不好 天哪 他是看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偶像剧吗 十门兵 发什么疯 今天呢 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我请大家来呢 就是给我做个见证 是什么 是什么 笑起来了 你们让我拨绝 顾启春 你愿意娶我吗 神万兵 你自己风就够了 别拉伤我 阿春 我错了 我不该在你求婚的时候任性 现在我赌上我所有的明月和前途 我求你 娶我 好 好 够了 我已经结婚了 她妻子是想要的 我答应她 永远不会伤害她 对 她们 你没事吧 我先了解一下小姐 你能不能带一下吗 小姐 你能不能带一下吗 小姐 你看这个 这个不是 杨阳别走 我以为 我以为你又不要我了 请问顾总 您刚才是拒绝领后沈曼丁吗 这个女孩和你什么关系 她叫夏洋洋 是我顾启臣的妻子 夏洋洋 你愿意嫁给我吗 嗯 为什么 我从小跟她青梅竹马 我是影后 是时光娱乐的继承人 我们明明那么般配 为什么 拒绝你是她的损失 别怕 我一定会陪着你的 那当然了 你可是我们沈家收养的狗 你不陪着我 你还能去哪 对 只要能够陪着你就够了 为什么对我千一百顺的人 这都是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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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你是我见过这世界上最漂亮的新娘 我要再试试别的 真幸福啊 你来干什么 我来组织你的婚礼 顾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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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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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处于你了 顾启臣 你打算让我强迫顾启臣吗 我现在能帮你的只有这些了 我会带走夏洋洋的 只要夏洋洋消失你就 顾启臣 你当我沈蛮兵什么人 强盗还是土匪啊 不然以为你有机会吗 你不是想得到她吗 你能不顾尊严的当众求婚 你现在叫起什么 顺顺川 你可真是一条狗狗 现在都学会怎么烦咬一口了 可惜狗永远不懂主人的骄傲 这种夏祖的手段我不限 赶紧滚 去找你的夏洋洋 沈串 曼冰 你不能让她走 她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够了 你今天羞辱我羞辱的还不够吗 滚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曼冰 曼冰 对不起 别碰我 你让我觉得恶心 立即 曼冰 我把我的心都给你了 你去把它踩在脚下 然后告诉我 第一季 你先 你说什么 你因为我愿意拱手在那里 让你别人吗 我 如果可有多想守护你一辈子的人是我 不知道你 你当然不知道 我从第一眼见你的时候 我就喜欢上班 可是你呢 永远高高在上 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我 既然注定你会恨我 那就好我也不要自拔你 对不起 郭启辰 您去哪儿了 夏燕燕 夏燕燕 我还以为您又丢下我跑了 不会的 郭启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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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有没有人 郭启辰 你醒醒 你配吗 一个汤污饭的女儿想嫁进顾家 你配吗 我的妈妈不是汤污饭 你不要侮辱她 Anyway I don't care 总之我们顾家是不会接受你这样的女人进门的 这是一张一百万的支票 禁婚协议我已经拟好了 签字就好 顾大小姐 烂索偶像剧都不完这种套路了 你以为我会接受吗 不接受没关系 我这个人向来喜欢仙领后兵 既然你不识台剧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郭启辰 你醒醒 郭启辰 别碰他 郭启辰 郭启辰 你醒了 贤贤 我一向敬重你 所以 请你也尊重我的选择 阿琛 你的感情生活我并不想干涉 你们可以在一起 但是 妻子不可以是她 爱情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但是婚姻却关乎于两个家族的利益 阿琛 我想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区别 我记得你妻子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夏洋洋 好 我明白了 放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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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啊 你现在还没有跟我叫板的司格 姐姐 知道你一向最疼吗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还没有跟我叫板的司格 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姐姐 这在做什么 只要你乖乖听话 她就会没事 啊 对了 顺带啊 姐姐再教你一句 永远不要让别人拿你的软肋 看看为了个女人和姐姐都生分了 夏洋洋呢 好 我没有病 我不要打针 我没有病 我不要打针 不要管我 我不是神经病 我青春 救救我 你到底对她做了什么 没什么 只不过呀 在这世界上多了一个神经病团队 只要你乖乖听话 她就可以很快出来 不然 我也不敢保证她还是不是正常 你是让我和沈门斌结婚 没错 顾家的产业 已经全部放在实业上 商业版图已经全部包合了 而沈家的时光娱乐 是我非常看好的发展方向 如果我不同意呢 没关系 我非常有耐心 但是不过你别忘了 夏洋洋可能等不了那么久 好 我答应你 会和沈门冰球 木夫 アチ 阿晨 行喝快了 别忘了你答应我她 羊羊 阿晨 听话 否则 我不介意让夏洋洋消失 请问新郎顾其辰先生 愿意娶沈漫冰小姐为妻吗 等一下 我想请问沈时川先生 你愿意我嫁给顾其辰吗 沈时川 你要看着我嫁给顾其辰吗 我不愿意 你这个笨蛋 还弄什么呢 什么病 明珠姐对不起啊 会了逼住某个笨蛋 小小地利用了一下你 你敢耍我 我以前呢 把你当成我的偶像 你高贵大气杀伐果爵 没想到我看错你了 你不过也是一个迂腐的老顽固 顾其辰会任你摆驳 而我不会 赶紧去吹你的夏洋洋呀 顾其辰 你不害怕我对夏洋洋吗 怕 但我更怕这辈子再也不能和她在一起 只要你乖乖听话 她的关系很快 你竟然有这个微信 你可别忘了 你也是故事集团的继承人 一旦这个天天要出去 顾恰可就完了 我在呢 如果姐姐再做出什么对洋洋不利的事 我不介意埋上这个故事 姐姐教我的 不要让别人轻易拿捏你的软肋 一个女人竟然能威胁顾家 看来她不用留了 小燕燕 小心 小心 小燕燕 小心 顾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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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换取家属让一下 顾其辰 顾其辰 哇 有人瘾倒了 had uto 6 Sab 啊 九季 九季 你知不知道 你害死了我弟弟 滚 滚 九季 保重 你怎麼回事 我是不是錯了 我是不是錯了 我錯了 啊 啊 你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怀孕了 你说什么 我怀孕了 对已经六周了 但你现在的身体太虚弱了 顾琪琛 我没有孩子了 我没有孩子了 你现在需要好好修养 你现在身体很虚弱 你现在需要好好修养 你好 你找谁 请问今天送你来 抢救的冲破病人在哪里 沈阳阳 跟我来吧 顾琪琛 我是样样啊 你醒醒 你醒来看看我 顾琪琛 他不会醒 什么 他会醒呢 他说过 他要照顾我一辈子的 如果不是你 他不会变成这样 如果不是你 他不会不死不活的 变成一个植物人 你走 你走 我最不要看到你 不要赶我走 求求你 不要不要赶我走 啊 顾琪琛 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了 顾琪琛 有时候我在想 遇到你 如果真的是一场梦就好了 像这样不知所措的时候 只要醒来就醒了 我从没有想过 像我这样的灰姑娘 能被你无条件地爱着 不过我仍然认为 能与你共享同一颗星星 和同一段时光 是我的梦星 你有我以后 我就是你的家 不可以这么对我 杨阳 杨阳 我一直喜欢的只有你 杨阳 你愿意嫁给我吗 希望你会醒来 也会忘记我 顾杰阳 再见 你放心吧 我已经委托神班兵 安排好了一切 他出国后 会过得很好 谢谢你 你明明可以留下他的 留下他照顾一个 冻也不能冻的话 你永远那么自私 小夏业 你好呀 曼冰阿姨好 小朋友不要老板着脸 要像你妈妈一样 多笑 好了 去玩吧 小爷真是越来越像他爸爸了 杨阳 你真的不打算告诉顾家 夏业的存在吗 出国前 我答应了顾明珠 不会再去打扰顾家 所以 小夜只是我的儿子 你说 这时间过得真快 是啊 我也觉得 谢谢叔叔 小夜 你去哪了 妈妈 我在这里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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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AJ p 虽然 贱